嘿嘿 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來 今天呢是要跟你們介紹 Transformer Element裡面第二款的Liter Class Figure Megatron Megatron這次呢 我當初期待去買到它的期望呢 比Bokey還要多 因為呢它是非常符合玩具裡面 應該說這個卡通裡面造型的一個玩具 非常符合裡面的造型 所以呢我當初看到它呢 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夠把它買下來 現在呢Liter Class呢 一共出了三款 Bokey Megatron 以及最後一個 Ultra Magnus Ultra Magnus呢 是個人認為說三個Liter Class裡面 我最想最想得到的 而目前呢在商品裡面還沒有看到它的存在 所以呢暫時呢我就先把 Bokey跟Megatron給買下來 先過個癮 之後呢 如果說看到這個Ultra Magnus的話呢 我一定會把它買下來跟大家做個介紹一下的 好 它是一個掃描過 地球上交通工具的一個Megatron 而我之前跟你們介紹那兩個Megatron 都是星際太空床的形態 所以呢 這次介紹這個呢 它總算有一個我們稍微熟悉的一個直升機的形態了 所以這個直升機呢 它是沒有按鈕去按它這個螺旋槳 你必須用手去動它 它兩邊 動一邊之後兩邊就可以連續去動 OK 可是你必須這麼一直去轉的 所以呢 有點成功中的失敗 好 那它這個整個直升機呢 後面是沒有螺旋槳的 所以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未來款式的一個直升機吧 我在這麼說 這麼想 它的武器呢 就是在前面下面這個炮了 它這個炮呢 基本上是可以轉彎的 轉90度 兩邊的90度都可以 而它呢 同時也有個飛彈在裡面 按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發射了 可是我要特別講一下就是說 它這個武器呢 你如果說把子彈放進去的話呢 你會卡不緊 你必須要把這後面這一片呢 給拉起來 卡住 這個子彈呢 才能夠放進去 好 所以這個是跟 眾多玩具裡面 需要放子彈的武器裡面的功能 唯一跟其他不一樣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整個直升機的造型呢 就是這個樣子了 沒有說什麼特別的地方可去介紹 而底盤的部位呢 你也基本上看不到機器人的部位 所以呢 這個個人算是 覺得它算是蠻成功的一個地方 翻到底盤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 有一個狂派的一個標誌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有一個直升機的隱形的聲音 會出現 而你在按的話呢 駕駛商會發亮 我的燈光比較猛 所以那邊看不出來 好 那這個呢 就是Megatron的這個直升機的造型了 那它的變身呢 基本上也算是蠻簡單的 那這樣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它變身的過程 首先 先把它這個螺旋槳的部位呢 暫時的把它給拿起來 先把它收起來好了 現在這麼做 把它兩邊收在一起 之後呢 再把它給整個拿起來 這樣呢 直升機呢 它的螺旋槳就沒有了 再來呢 是把它下面這個炮呢 整個給移開來 這樣子 暫時放旁邊去 好 再來呢 是把它的腳掌的部位呢 就是肌尾的部位呢 這個是它的腳 前後個 分開來 它就能夠這樣站立的了 好 再次把它下盤呢 整個 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呢 就把它大腿 應該說 輪子這一部分 這地方呢 移到旁邊來 轉180度之後 再把它扣進去 成為它的小腿的部位 再把它這個輪胎呢 給整個 收起來 個人認為說 它的腿部的設計 跟Masterpiece的 Megatron呢 蠻接近的 的感覺 好 再來呢 是把它 上半身這地方呢 給移下來 造就它的手的部位了 手腕的部位 再把它裡面打開來 把它的 拳頭 給拉出來 再把它這整個 上面直升機頭的部位呢 移開來 移開來的時候呢 就會 有聽到這個聲音了 Transforming的聲音了 移開來之後呢 把它這整個機頭呢 給移到後面去 我不知道你這邊看不到 看不到 把它整個給移到 後面去 放到後面來 Megatron的造型 機器人的造型 就算 結束了 還有一點 讓我稍微小小失望的是 它手的部位 也就是一個 這麼一個 動的一個部位 作為一個 Leader Class來講呢 我認為說它的手 應該做得能夠 最起碼能夠去動到 像這個 電影版的 Optimus Prime的Leader Class一樣 可惜 它的手卻是那種 非常懶惰的手 弄到這邊之後呢 你必須要再把它 胸口這兩個呢 往裡面壓 讓它跟身體合起來 壓到同時 你會看到 這個飛機翅膀 也會往上 這個 才是它最後結束的樣子 而這個炮呢 依舊的把它擺在 Megatron的右手 基本上兩手都可以 不過呢 大家還是習慣看到 Megatron的 右手有這個炮在這邊 好 它的手部的Ring 這個Movement呢 上下是從這個地方 可是 裡面外面剩的話 只是從這裡 腳的部位的 這個靈活度還算不錯 看看 對 就是說還是可以 擺出一些姿勢來 頭的部位呢 很多人一定會以為說 它頭不能動 OK 其實你如果說 握得好一點的話呢 從它下面這個地方 黑色這個脖子這個地方 整個來移的話這邊 它的頭基本上是能動的 好 好 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因為它是Leader Class 所以呢 它仍舊的有了一些 聲音 第一個就是 哈哈哈哈 這算是一個句子嗎 我不知道 好第二個就是 Where is the old spark? Where is the old spark? Crash the Autobots Crash the Autobots 一共就是三句了 再笑一次吧 哈哈哈哈 很好笑 好 所以呢 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它也有這三個句子 之前這個Bulkhead 它有跟著一個Headmasher 它一樣呢 能夠呢 去卡在它頭裡面去 可是呢 卡進去之後呢 它卻沒有那種 煩人的討厭的聲音了 你再按的話呢 還是Megatron的聲音 所以呢 它卡進去呢 有個造型的這個設計 卻沒有聲音的那個不同 所以呢 這個講過就算了 剛剛螺旋槳這部位呢 把它摺在一起之後呢 裡面是可以把它打開一個把 這個呢 就能夠造就它一個刀 應該說是劍吧 OK 這個造型 不錯 可是呢 卻沒有它存放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唯一能夠想到它存放武器的地方呢 就是 轉過來之後呢 把這裡再把它扣回去 放它上去 這是我唯一能夠想到說它存放武器的方式了 好 Overall來講呢 我還是非常滿意這支Megatron的造型 以及它直升機的造型 所以兩者我都很喜歡 所以呢 我會更加去期待 Ultra Magnus的出現 所以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Animated Leader Class Megatron